好 現在已經來到10月中下旬了 那麼集團作帳行情 現在看起來是有增溫的跡象 像是聯電集團 聯發科集團 要請教維良 現在是佈局集團股的好時機嗎 是 不過選集團股 其實也是有當中的make-out 關注三個焦點 第一個集團的持股比例要高 持有越多 其實拉抬才會產生 所謂一個最大縱效 第二個要由重要人物領軍 比方說那些大咖大人物 如果他擔任總經理或董事長公司 是不是市場買帳的機率 是比較高的 也會給予比較高的本益比評價 第三個產業趨勢要對 這個才能夠獲得最多投資人 不管是大戶或者是法人的認同 我們講最近的聯家軍 廣泛來看 包括聯電跟聯發科集團 我覺得有一些公司 其實你從現行的走勢上面來看 他已經就是越墊越高 呈現這種多投的態勢了 那其中我覺得聯電集團 重點可能不在大家長 而是旗下的像聯陽 聯結原相資源系統 重點不在聯電升商 對 但是聯發科不一樣 我覺得聯發科的本尊也很有戲 聯發科自己就很有戲 對 尤其其實台積電也講到 這個手機市場也在復甦了 對 所以包括他領軍的 當然你喜歡活潑一點的 像楊智久洋 玉太 還有新同學達發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常說人對了 事情就對了 那我們來看 其實洪家聰是聯電董事長 但是他目前算是整個 半導體業界的算奇葩了 因為一個人身兼三家 聯家軍的董作 包括就是聯電 還有就是智原 還有最新接下來就是系統 我們看到其實他在2008年的時候 接任了聯電董作之後 你看整個股價的走勢 時間拉長之後 大漲了9.9倍 這很驚人 對 原本只有6塊錢 再來我們看智原 他印象中現在智原是什麼公司 高價 三四百塊的公司 其實他接任的時候 根本有點像是燙手山芋 幾塊錢上來的 股價才22塊錢 所以如果當時22塊錢 跟你說有一天他會變400 大一定不相信 因為我覺得 剛剛前面來賓有講到 人如果沒有夢想 跟鹹魚沒兩樣 那我必須要說 如果你碰到的是豬 你不要跟他聊夢想 因為他關心的只有飼料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 現在洪家聰 你剛提到這個答發 但是為什麼 你誇完之後就破發了 我們先看洪家聰 接了系統董作之後 現在股價已經漲了一段了 可是你覺得他的多頭 會不會在此畫上據點 我認為是未完待續 但後續你就要看 他推動轉型往IP發展 他後續也實質上有什麼樣的成效 至於講到聯發科集團 裡面這個新同學達發 我們講 週四是第一天掛牌 中籤的人冷笑 我覺得後面可能會有驚喜 因為你看 事實上他第一天爆大量 那代表什麼 原始股東他當然可能會賣出 可是過去沒有買的人 進場的意願也非常的強烈 那我認為通常掛牌第一天 誰會賣出 大家看這是包括他在新貴時期的 股價走勢 所以以前在新貴所投資的人 全部都不會賺錢 對不對 沒有賺錢狀況之下 你不會殺低賣 所以只有一種人會賣 長線股東 他的原始的成本可能只有 也許30塊 20塊 甚至10塊錢 所以他隨便怎麼賣都賺 但是新股掛牌前面幾天 籌碼消化完畢之後 我覺得後面就有機會往上 所以他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那達發事實上聯發科的持股 就高達了76%以上了 所以我們講集團持股比率很高 他絕對不容許他失敗 那況且他目前在AI物聯網 跟網通基礎建設部分 其實有很多領域 都是在全球高居前三名的 包括就是真無線藍牙耳機部分 他是蘋果的供應商 所以我認為這家公司 大家不妨去追蹤一下 籌碼消化完畢之後 會不會他收復這個當時的平台區 好 我們今天休息 稍後來關注的是 現在很流行這個月月配的ETF 但是到底該怎麼挑選呢 先休息一下 稍後了解